妈 我跟你说 从下个星期开始 全有就是他们厂里宣藤科的副科长了 你别看我 妈 我可没啥有那本事 大舅哥 你这太谦虚了 众所周知 咱俩水平差不多 我就是敢对点了 是不是 你水平肯定是比我高一些 哥 跟我说你啊 你不能再这样了 都有小嫂子了 该真多真多了 你要老是一决不正的话 就会越来越跟不上形式了 对对对 跟不上形式 还也轮不着你说过去 小姑子 这作为小嫂子 我得表扬你 不关心哥 但作为这真嫂子 我又不得不批你了 咋跟你哥说话的 没大没小 一点规矩都不懂 黑泥 你什么你啊 这儿没你 这就我妈 妈要说哥两句 再难听我们都得忍着 妈现在骂我 我一个不走都不说 谁让我是她儿媳妇呢 小嫂子 妹夫 你就别插嘴了 是 你在厂里快当上副科长了 但在这家 你没说话的份 在家 妈是班长 哥是副班长 我充其量是个班尾 你和小姑子 就连小组长都当上 是吧 宝宝 对 一个组员 在家里 告诉妈 大天 大脑子起来就闹别扭是不是 妈早都提醒过你 不许叫名字 叫嫂子 李国生 你哪根筋有毛病啊 你娶了她 我看比许婷差远了 小姑子 砸锅说锅 砸碗说碗 你替许婷干啥呀 闭嘴 我凭啥闭嘴 你喊什么喊 哥 你要不知道她的闭嘴的话 我就让全友 不帮北北办户口的事了 最好没办 妈 顶多是您的孙女 上办户口呗 全友 我亲 今天下班之后我找关系 我给北北人 稍呼呼 刘璇有这也有点像当行道 大人就得有大量知道吗 那好玩管管你媳妇 都管管她 小天 她都睡着了 还让她坐船呢 那不忘了 那赶紧吃吃碗 我洗碗 我就是看不惯你们两口子 特别是那个刘全友 太嘚瑟了 你们也是 哎呀 你要怎么说 不是一家人 不敬一家门 我得想法整整她们 小天 你哪是刘全友的对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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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